高雄的夜市竞争可以说已经进入战国时代 今年7月号称高雄最大的金钻和凯旋夜市 超过1500个摊位要来挑战在地老字号的六合夜市以及瑞丰夜市 除了拼人气拼装潢也拼浓浓的人情味 那么在游客眼中到底谁才是真正的南台湾夜市王呢 跟着镜头带你了解 檀牙的章鱼烧 新鲜的铁板海鲜料理 油油亮亮的炭烤烧肉串 还有好喝的木瓜牛乳和鸳鸯鲜奶茶 各式各样琳琅满目的摊位 这就是高雄知名中外的传统夜市特色 台湾人情味能厚夜市丰富多元 光是大高雄地区就有四家号称南台湾最大的夜市 上市曾拿下网路票选 台湾人气第一名最有魅力夜市头衔的柳河夜市 超过20年历史 拥有一千多个摊位的瑞丰夜市 是高雄传统夜市的领航者 来高雄就是一定要来逛夜市 一定要来逛六合夜市 比较有人情味 其实这里好多东西好吃 有福兰吃的辣的 反正我看的东西吃的还满意 今年7月加入战局的金钻和凯旋 两者相加就超过一千五百个摊位 以扩大停车场面积为优势的金钻夜市 规划五千坪 可停放五百辆汽车 一千台机车 还有五星级公厕 凯旋夜市则是提供游客便利 领先全国首创夜市免费接驳车 这个夜市场真的非常大 非常美丽 非常美丽 非常热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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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有很多汽车 食物也非常不同 尤其是外国人 非常热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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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试试各种食物 每次上来高雄就来这边逛 他吃的东西跟衣服之类的比较多 那边比较宽 然后这边是东西比较多 拼人气 拼妆潢 还有浓浓的人情味 高雄的夜市圈 已经进入战国时代 哪一个才是游客的最爱 或许要自己亲自走一趟 才会明了 台湾夜市最 新唐人台电视李娟荣叶子芬 台湾高雄报道 是